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另外呢 跟我们研究的思路讲述也都有关系 无论如何 在我们用现代汉语的语感去判定反应用的时候 那么就必然的造成了刚会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词类活用存在的扩大化 很多问题其实不是这个词类活用 但是 在这个词类活用和这个词汇现象之间 没有一个判然分明的界限 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 很多语言现象 我们第一个确认很难确定它究竟是已经进入到词汇层面上了 还是处在语用的阶段 也就是一种修词现象 因为正如 正如刚才所讲的 很多这个 后来的词汇现象 语法现象 其实原本是一种语用现象 是一种修词现象 只是人们用多了以后 它会固化上来 固化在词汇当中 呃 其实张会举的 AQ 这一类的例子在现代汉语当中 我们应该承认它已经可以收入词典状 不再是一种修词现象 呃 再比方说 过去我们学语法的时候 老师总会告诉我们 在现代汉语当中 如果是动逼式的动词 那么后面不能再带逼 比方说 呃 这个 洗澡 我们不能说洗澡我 呃 再比方说 这个 备战 过去大家看那个 呃 很多 纠正 病剧的这样的书 讲那个 我们写作文的时候是病剧的书 就把这个备战后面带逼去看作一个病剧 可是我们今天说备战奥运 呃 备战全运会 已经非常自然了 因此在词典里面 我们完全可以加上一个积的意向 就是它后面可以带逼 呃 再比方说 这个 备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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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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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把九字讲话的时候 呃 就把这个用背 表示积极地意 表示正面地意 看作是病剧 所以用背的时候 王林先生在四十年代 写中国现代语法 就说 这个背只能表示 不如意的事情 不高兴的事情 说话人 不希望发这个事情 但是 今天我们 呃 呃 用被子表示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 好像也没有什么困难 他被评为三个学生 我们现在没有人会把它做一个并剧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个修辞现象无论如何 它是一种临时的语用现象 因此很多这种临时的现象 会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跟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联系 比方说今天我们经常说 你别看CCTV了 但是我们相信 这种用法一定是一个暂时的生活现象 将来有一天 CCTV不再老讲 空话 假话 大话 开始讲真话了 我们就不会再用CCTV来降低重 对不对 所以修辞现象和智慧原法现象之间的界限 我们的确确是没有办法一刀切开的 古代汉语当中 这个问题的研究 它不纯然是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描写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研究策略的问题 当我们把很多词的用法归到词典里的时候 那么语法书就可以写得很简单 比方说在英语里面 大家比较诚细地讲 Will Shaw 那么究竟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 有的是在语法书里面讲 有的是在词典里面讲 那么在词典里面讲 还是在语法书里面讲 其实是一个严重策略的问题 所以对于学习者来讲 我们看到我们使用的词典 那么越详尽 内容越丰富 我们关于这个语言的语法 那么就可以 这个花费更少的力气 反过来 如果词典里面很多问题都没有讲到 我们就只好到语法书里面讲 对古代汉语也是如此 我们先看一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个真正的修词现象 因口花烧一水间 中山则处如山 春风又绿江南 这个绿应该说是一个纯粹的修词现象 最后一句 大家都很熟悉音乐和执照环 这就是我们从开始读文 文言文所建筑到的那些策略活用 包括始统异动名词作状语等等 其实有很大的困难 我想下面我们主要谈两个问题 次力活用再谈两个问题 一个是所谓名词的始统异动法 一个是所谓极无动词的始统异动法 除过这两个专题的讨论 希望大家能够对古代汉语语法当中的一些问题 产生兴趣 有自己的思考 我们举几个比较典型的 所谓名词的始统异动法的例子 这是讲古代汉语法 B的基础 一个是对王 起劲内动 降太子森而攻击 降太子森就是使太子森作降 这个降 原本的名词是将军 在这里带笔语 因此是使什么人成为这个将军 一般的古代汉语法书里面 给名词的始统异动法 定义的时候 通常会说 一个名词 后面带笔语 那么这个军笔结构所表达的是 这个主语使编语成为这个谓名词 在谓名词上的这个名词所表辞的那种人 是不是 在比方说 项羽为西祖霸王 主命分天下 望诸侯 望诸侯就是使诸侯 各种诸侯都成为王 都当王 第三 儿子子之 乃遍其名 遍祖 子之 就是使他成为自己的儿子 人生收养了他 还给他改了名 另外一想 这个军啊 陈啊 这些都是可以 用作始统异法的名词 其实啊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仔细考虑一下 就会发现 这种所谓名词的使用文化 存在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我们注意到 这些所谓能够用作始统异法 用法的名词 都有动词的用法 就是做什么什么 比方说 你自己的联系阶段里面 说提破 赵霍将寝 提武尚书 严谎约 破不可使将 赵霍将寝 不能让他做大将 做将军 这个将没有带兵 但比方说 这个赵霍册的宋伟会 这些册里面 被派自将 过宋外皇 外皇军的地面 自将是自己做将军 亲自做将军 做主帅 那么 究竟是名词的将 用个使的用法 还是 这个动 不究动词的用法 做什么用法的 在他旺子 四王 是旺也 处得而 之也 这个旺 是 作王 称王于天下 他们 所以 向姚帅 这些人 能够 做王 当天下的王 是因为他们 树立自己的德行 而且能够 满足 诸侯的 共同愿望 既在这里是 满足的意思 光子天道里面 敬而胜 动而亡 一个人 这个修道之人 修道最高的境界 他独处 也就是境 他就是圣人 如果他要 行动起来 去做事情 那就可以 称王于天下 可以当王 无论是将 还是王 我们看 先期那两汉时代的典籍 会发现 他们这种 几乎 动词用法 相当 普遍 再看这个例子 乌传这个人 一时就投费到晋国去 并且通过 晋国的 权臣 大臣 西斥 而再进 做了大臣 臣于晋 就是再进 为臣 我们仔细 我们仔细 检讨一下 发现 所谓能够用作 名词 始终用法的名词 其实 都存在这种 几乎的名词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 那么 可能名词的 始终用法 这种 说法 本身 这种 我们在 读教 台上的 这个 举的依据 对依据的 说明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通常 把名词的 始终用法 定义为制 使 什么人 成为 什么人 这个定义 是特别 领虑的 如果我们 把大家 举的名词的 始终用法 找出来 看一下 就会发现 这个公式 其实只能解决 一部分 力气 我们课本上 举了 所看相处 二十二年的 这个例 无见 深书 深书 这个人 就是 您所讲的 生死而生 两个人 生死 就是 死 死人 不生 能言回到 能把 死人再捉活 肉 就是 吃 骨头上 再长出肉 人死掉以后 已经化为 一堆 一堆 白骨 那么 趁这个人 能够 让 这堆 深深 白骨上面 重新 长出肉 因此 这个 肉 不是 食骨 除为肉 而是 使骨头 在 身后 那么 这个很明显的 不能够 用 使什么人 成为什么人 就不是 好 通过 这些事实 我想 我们 基本上 可以 保定 名词的 什么用法 是不是这样 好 我们再 看一下 所谓 鸡鸡鸡鸡的 食用用法 鸡鸡鸡的 始终用法 从 陈生泽的 国文化 考换 杨树达先生的 高等国文法 一直到 今天 那么 各家所提出来的 能够用作 始终用法的 鸡鸡鸡鸡 共有23个 这23个 鸡鸡鸡鸡的情形 相当复杂 其实 里面 有很多 就是张慧 刚才讲到的 有切在 暗语的语感 去 靠主带暗语的事实 偶尔也就 错误了 比方说 那个 大部分 语法书里面 都会 讲这种 复 复是一个 旧董词 呃 它可以用个 什么用法 使别人归复自己 归复自己 员 员 在现代汉语里面 依附 归复 忽然是可以 直接带归女的 一个旧董词 但是在 上古文献当中 这个复 没有一个 能够 直接带归女的例子 依附于某个人 一定是用 借此的 鱼 如果没有 使用鱼 直接带场 归女 那就一定是 使用了 可见 因为我们用 现代汉语的 依附不依附 去翻译 这个复 所以就 错误的认为 不是一个 纠纵词 那么 今天我们讲的 这些活动文献 究竟 有多少词 是因为我们的 这种错误的 一切到复了呢 这是一个 值得检讨的问题 是因为 我们的 感谢观看